接著我們要做以後各位比較常會碰到的提醒 就是畫一個電路圖 請你求電壓、求電流、求電阻 然後做法有兩種 第一種帶歐姆定律 或者所謂的電阻定義 V點IR、R點I分之V 或者利用併聯跟串連公式 這一題給了一個5歐姆和3歐姆併聯 總併壓1.5伏特 求每一個電阻它所通過的電流 求你求通過電池的電流 求我求所謂的總電阻 所謂的總電阻 怎麼做 我會講兩種不同的做法 第一種做法 利用併聯的公式 唯有我姆跟三五併聯 根據我們前面教過的併聯串連公式 導數相加的導數 所以五分之一加三分之一 然後變成四五分之八 導數變成八分之十五 第二個 我現在 我已經有了總電阻 我也有了總電壓 我就可以求什麼 總電流 根據R等於I分之V或者是V等於IR 所以呢 我就帶總電阻 我就帶總電壓去求所謂的總電流 帶進去 算出來0.8安培 接下來我還需要求的事情是 每一個電子 每一個電阻上所通過的電流 那因為我電壓會一樣 我可以帶公式算 我當回帶公式算 我現在是用想法算 什麼想法 因為我的電壓是一樣的 V等IR電壓是一樣的 所以呢 我的電流跟電流是什麼比 反比 所以電阻是5比3 電流多少 就3比5 就3比5 用比例去算 所以呢 那全面的總電流是0.8嘛 對不對 然後要分開來 分成3比5去乘 就算出來 一個是0.5安培 一個是0.3安培 我這個是用比例的想法去算的 就是我講的解法1 我算出來我要的結果 接下來我們看我們的解法2 它要我求 那病人的時候電壓會一樣 對不對 所以總電壓1.5伏特 3歐姆是1.5伏特 5歐姆也是1.5伏特 然後根據我們前面學過的 R給I分之V V等於IR 那我有3歐姆的電阻 我有3歐姆的電壓 我就可以求出3歐姆的電流 所以5歐姆電流 用5歐姆電阻 用5歐姆電壓 求出5歐姆電流 剛才講我用公式算 所以5歐姆的是0.3安培 3歐姆的是0.5安培 然後 我要算個所謂的總電流 病聯的時候 總電流跟分電流有什麼關係 加強 加強 所以剛才一個0.3 然後一個0.5怎麼辦 就把它加起來 就0.8 就0.8 好 我就算出來了所謂的總電流 那還有一個叫做總電阻 對嗎 沒關係啊 帶總電壓 帶總電流 去求什麼 總電阻啊 總電壓1.5嘛 總電壓1.5嘛 總電流算出來對不對 所以帶進去 帶進去 來 8分之15 我講了兩個解法 我在解法1的時候 我是利用 並聯公式去算總電阻 我是利用並聯公式去算總電阻 我在解法2的時候 好 解法2的時候 我是利用V等IR 總電壓總電流去求總電阻 我就總電阻 我在解法1的時候 我的總電流 就是利用V等IR 所謂的歐姆定律 或者所謂的電阻定義 R等I分之V去求的 我在解法2的時候 我的總電流是利用 並聯串聯公式去求的 總電流等於分電流相加去求的 我在解法1的時候 我是利用比例的關係去想的 好 V等IR 如果V一樣 V一樣 I跟R會成 反比 然後用比例的關係去把它算出來 用比例的關係去把它算出來 我在解法2的時候 我是利用 我是利用 所謂的 V等IR R等I分之V 電壓電流電阻的關係去求出來 我講到兩個算法 只是讓你明白一件事情 解決的方法 很多種 你可以從先算電流 你可以先算電阻 你可以先算電壓 你有不同的切入點去切入 隨便你 你開心就好 你聽得懂就好 你知道你在算什麼就好 都可以 你可以第一題用解法1 第二題用解法2 也都沒有關係 這都不重要 重點是在 你清楚你在算什麼東西 你在算假燈泡的電壓 就要帶假燈泡的電流 就要帶假燈泡的電阻 你要求以燈泡的電阻 就要求以燈泡的電壓 就要以燈泡的電流 它該是避免的就用避免公式 該是避免的就用串連公式 你弄其實在算什麼 這比較重要 所以告訴你 解題的方法很多種 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 你能夠理解方法去做就可以了 說過了 一 利用 V等IR 歐姆定律 二 利用并連跟串連的關係 公式 電壓 電流 電阻的并連串連公式 把它記住就可以了 就需要你能夠了解 方法是可以互通的 重點是你能夠理解你在做什麼 OK